知识小学堂 马上还要继续带您来看到的是 中共政府现在是不是在打压名气 而且进行收割呢 蚂蚁集团现在就被勒令叫停 本来要IPO的嘛 但突然就喊咖了 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为什么 现在有中国专家说 马云的蚂蚁集团已经无法上市了 那据了解就是因为 马云曾经在某一个私下的活动 直接骂习近平是习畜生 那后来有人就去跟习近平告密嘛 所以呢就触动龙岩 当然他生气了 你的事情想要推动就完全就被卡住 所以之前有人说 蚂蚁集团可能是会暂缓上市 但现在有学者认为 应该是永远不得翻身了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 为什么不能翻身 为什么不能上市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业界就在分析说 马云这个网路金融公司 就是蚂蚁集团 他主打的是科技大旗 但实际上他做的是什么呢 你明明不是金融公司 但是你却在做一些金融的服务 所以呢你就是在网路 比如说收存款啦 放贷啦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金融不稳定 好过去美国曾经有发生过 次贷危机嘛 就是后来造成了金融风暴 那这有可能会造成中国版的金融风暴 这是有风险的 所以中共当局当然要打压你 那也因为这样 暂缓上市的消息一出 当天马云他的财富就缩水30亿美金 好所以中国的首富马上就换人当了 好不再是马云了 那个时候开始就变成了 这一位农夫山泉董事长钟闪闪 他以640亿美金的身家力压二马 二马就指的就是马云跟马化腾 好那继续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说到中共政府现在在打压土豪 有一些人都遭殃了 带您一一来看 包括这一位是河北的民营企业家 叫孙大武 他的大武集团 其实是中国500大名气之一 但是呢就在上周他被抓了 好除了他以外 他的儿子儿媳妇啊 公司的高管啊 相关人等30多个 通通被抓 至今已经超过一周 那现在也怀疑可能是跟土地纠纷有关 而且呢这个纠纷的对象 还是国营的 国家的企业 所以这部分当然 就踩到了中共的痛点 那再来就是说 南京的前首富杨宗毅 他的这个企业 在南京也是排行第五 同时呢也是中国500大名气之一 不过呢他也在日前 好就是被带走了 那有设犯了这个刑事的部分 所以呢有人就质疑 他是不是因为涉嫌非法集资犯罪 因此又被中共盯上 当然啦我们来看看啊 其实国企也有违约的情况 而且还是连环报哦 这个华晨集团呢 或许你对他有点陌生 但是他是BMW在中国合伙的一个合伙人 好那你可以看到哦 他们最近呢就有发生债务违约 高达65亿人民币 其中呢有1.44亿人民币的这个利息 是无力偿还的 再来就是永媒控股 永媒控股的首次违约也是高达10亿元 那现在呢一年内到期的就高达了120亿元 好这部分要短期内还出来哦 实在压力也是非常大 所以说彭博就有一个评论员 他在写这个报道的时候就有说 中国的国庆呢有进行AAA评级 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嘛 那投资人也早就对这样子的一个评级 失去了信心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哦 也有人其实是做得很好的 像是这个李斌 他是蔚来汽车的创办人 过去呢其实在创立的初期 他遇到了很多很多的挫折 所以说他在四年内赔了近千亿 那当时呢中国的媒体哦 还有封他为2019最悲惨的男人 身家都赔光光了 但是呢后来随着特斯拉股价大涨 因为蔚来汽车有人说 他是中国版的特斯拉嘛 所以呢就受到了特斯拉股价的激励 你看看哦他现在的市值是高达1.74兆 已经胜过BMW法拉利 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呢 是土味神车叫武林宏光 他们在今年10月份销量有多好呢 卖的也是这种新能源车哦 销量高达两万六百三十一辆 那特斯拉其实在10月份的销量 不过也才一万两千多辆 好所以呢他是很甩特斯拉 那现在也有人觉得 他是新能源领域的一只大黑马 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坚定不移 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透过视讯向APEC与会国信心喊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称对外扩大开放 对内却开造车 华文媒体看中国访问旅美学人 爆料习近平阻断蚂蚁金服上市 竟是不满马云私下用畜生字眼辱骂他 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 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 相交之下自家官媒尊重得多 新华社特别撰写一万两千多字的长文 大标先美赠 习近平是新时代的领路人 小标还给了其他七种新封号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都是在斗争中诞生 在斗争中发展 在斗争中壮大 封号听来听去大同小异 包括开创性的领导人 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党的核心 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 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 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税 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 以及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时 习近平同志 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译书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有不具名的观察家评论 习近平从2012年攀上权力顶峰开始 除了出书灌输人民习思想 追随毛泽东的脚步 令路人及舵手的称号重新出现 埋下文化大革命重演的可能性 这样的一种幸福生活 也是你们自己亲手建设出来的 奋斗出来的 也祝你们这里的生活更美好 才接触扬州的巡视 新华社马上在报道中给了习近平五花八门的封号 不仅要他对内成为人民真主 对外也要能成为霸权 三连行为对我们报道